站在台11线路旁这名警察叔叔 手笔着标语 多事故路段 请减速慢行 停息用入人 但他这一站站了十多年 终于这天他可以休息了 天天在问日晒雨林立牌 已经明显规裂斑驳 而警察制服早就换新 避免被误会有诈骗的嫌疑 警局决定把人心立牌给撤换下来 远警和工作人员 小心松开固定的螺丝 顺利将立牌撤下来 搬到警车内运送回去 这个人心立牌上头的男主角 是大五分局交通小队长杜信玉 全台东只有十面 主要是放在台9线和台11线上 容易有肇事或超速的路段 而当年拍摄只有36岁 一转眼已经过了12年 而最后一面就在台11线上 经遵路段31号完成拆除作业 同事们听到都说 恭喜啊小杜你终于可以下班了 基本上确实会有认识的人看到 然后觉得很有趣 然后也会遇到不认识的民众 看到我的时候主动跟我打招呼 虽然今年就快要50岁 杜信玉不见当年的帅气模样 摆出姿势 让大家仿佛回到当年 接下来不会再设立相关的告示牌 因为沿着台9线 台11线上 不管测速照相或是科技执法 都已经逐渐架设完毕 所以台东警察人性力排 确定走入历史 这边新闻留言 王思纯台东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